第五个窗口期赛事即将拉开章目,菲律宾南兰也公布了12人大名单,但其中并没有规划万元布拉赤的名字,虽然之前就被排除在了集训名单之外, 但这一次落选还是让布拉赤很失望,他表示,菲律宾的举动非常不职业,自己很震惊,当我得知我落选时我有些惊讶,在消息出来之前,菲律宾南兰没有和我或者是和我的经纪人沟通过,布拉赤说,布拉赤继续写道,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职业的举动,我为菲律宾国家队付出了很多,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, 可不像菲律宾人给人留下的印象,虽然对菲律宾国家队的举措表示很不满,但是布拉赤还是对菲律宾的球迷表达了尊重,不过这并不代表所有菲律宾的人,他们总体来说,还是善良和忠诚的,不爱菲律宾的球迷,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球迷, 由于菲律宾已经有了新的规划外人人选,而且最近一段时间,的比赛和球断化学反应不错,再加上菲律宾南兰在亚运会前更换了主教练, 布拉赤又因为之前和澳大利亚南兰打架被竞赛,这个窗口期的两场比赛在第二场才能复出,基于这些原因,菲律宾南兰没有将布拉赤列入积蓄名单, 布拉赤最终落选,12人名单也就成为了必然,布拉赤在新疆南兰向力时做过很多不值夜的事情, 比如修赛期不许烈,挺着一个大肚子就来报道,再比如耍大牌,上赛季节固打打停,停,让新疆浪费了两次换外园的名额,还被人排到在乌鲁木齐夜店榴莲等,最终被CBA各支球队放弃, 布拉赤自2014年夏天加入菲律宾南兰,个人能力超强的布拉赤是菲律宾南兰的骄傲, 但随着最近几个赛季光沸训练,状态大幅下滑,菲律宾南兰也不再只钟情于布拉赤,开始有了新的规划外园人选,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